好 下面我们讲证券法的最后一节 证券欺诈的法律责任 在这一节当中主要是给大家讲 几种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 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好 其中就包括了 首先虚假陈述 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讲 什么叫做虚假陈述 它的表现有哪些 以及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 和民事赔偿责任 然后是内幕交易行为 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讲 什么叫做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哪些信息属于内幕信息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然后是其中比较特殊的 就是短线交易 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讲 短线交易的主体有哪些 什么行为构成短线交易行为 以及短线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 好 最后呢 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和操纵市场的判断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虚假陈述行为 这个问题大家要注意 在案例分析体当中 是特别喜欢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的把握 好 首先看 虚假陈述的界定和它的类型 我们讲虚假陈述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什么叫做虚假陈述 所谓虚假陈述 指的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信息披露当中所进行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发生重大遗漏 以及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好 从这个概念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虚假陈述它的表现是很多的 它不仅仅是虚假记载这种 具体的表现就包括了 首先 虚假记载 也就是披露的信息 跟真实情况是不符的 这是非常典型的虚假陈述行为 比如说 某上市公司 本来它本年度是亏损的 结果它财务造假 造出一个亿 甚至两个亿的利润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虚假记载 好 这个虚假陈述 除了虚假记载之外 还包括第二种误导性陈述 所谓误导性陈述 指的是披露的信息不准确 不完整具有误导性 比如说 什么样的情况 某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后 这个上市公司有可能成为 比如说 国内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家 好 那么它在披露的时候 正常应该怎么披露 就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后 本公司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家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描述 结果它在披露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后 本公司将成为国内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家 大家看 有望两个字 没有了 那它的区别在哪 有望成为 我们说了可能成为 可能不行 但是成为的话 那就非常确定的 我们就是国内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家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叫做误导性陈述 好 再看 这个虚假陈述除了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之外 还包括重大遗漏 这个重大遗漏指的是什么 对应当披露的重大或重要事项没有披露 这个在虚假陈述当中也是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某上市公司发生了重大的亏损 那么发生重大亏损 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应该要及时的披露 结果它没有披露 那么也会构成虚假陈述 好 除此以外 没有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也可能会构成虚假陈述 所谓没有按照规定披露 指的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方式等要求 及时公平的披露信息 比如说一个上市公司 正常情况下应当按照证监会 证交所的要求 比如在指定的媒体的进行信息披露 结果某个上市公司 它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披露 怎么披露的呢 比如它自己印了很多的小广告 到那个电线杆子上面去贴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是有可能会构成虚假陈述的 所以这个虚假陈述的表现 大家要注意 除了虚假记载 这种非常典型的虚假陈述之外 还包括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 以及不正当的信息披露等 好 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而言 虚假陈述针对的是硬信息披露 这个硬信息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它指的是历史性信息 比如说某上市公司 本来是亏损的 好 直接在年报当中 把它造成是盈利的 那这是非常典型的虚假陈述 针对的是硬信息披露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前面就讲过 这个软信息的披露 也就是预测性信息披露 也可能会构成虚假陈述 比如说到了快年末的时候 某上市公司 它本来非常清楚的知道 自己公司本年度是亏损的 但是有可能 比如说为了维持自己的股价 甚至抬高股价等等 于是呢 就公开做了一个 今年营业利润的预测 说我们预期比上年度 盈利会增加两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软信息也就是预测性信息的披露 它也构成了虚假陈述 好 下面我们看 虚假陈述的第二个问题 虚假陈述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把虚假陈述分为不同的类型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虚假陈述包括了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等 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式 这个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它是根据虚假陈述行为 本身的表现不同进行的划分 而根据其他的标准 还可以把虚假陈述分为不同的类型 好具体 我们来看 首先 根据虚假陈述的目的不同 可以把虚假陈述分为 右多型的虚假陈述跟 右空型的虚假陈述 炒股的同学对此最有感触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所谓右多型的虚假陈述 指的是什么 虚假陈述的目的 在于让投资者投资追涨 也就是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股民 赶紧去买买买 比如说某公司 本来它是亏损的 结果它在年报当中造假 说它盈利多少多少个亿 大家看 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跟投资者讲 你看我们公司很好啊 赶紧来买吧 或者比如这个公司 本身啊 它的经营状况很一般 然后它对外公布 说自己签了一个重大的合同 多少多少个亿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好 目的是什么 同样的道理 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个股民 赶紧去买买买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 叫右多型的虚假陈述 目的就是为了让投资者 投资追涨 好反过来大家看 右空型的虚假陈述 那么这个右空型的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的目的 在于让投资者卖出证券 甚至是空仓 有同学可能就不理解 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人家买你的股票不好吗 你非要让人家卖了 大家想想 其实在现实当中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某上市公司 准备干什么 准备回购自己公司的股份 大家想 如果他公司的股价很高 他不是要掏很多钱去买吗 如果股价跌了的话 他掏的钱不就少了吗 好 于是他就放一个假消息 说自己公司可能会发生重大的亏损 或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亏损 实际上并没有 那这样的话 作为普通的股民 他哎呦不得了 赶紧卖了 是不是 于是股价就下去了 他去回购的时候 不就便宜了吗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又空型的虚假陈述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种划分 根据虚假陈述的主体不同 可以把虚假陈述分为 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 和消极信息披露人的虚假陈述 好 这里面就设计到一组概念 叫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消极信息披露人 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其实从这个概念 大家能看出来 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说明他们是有 法定义务 应该主动披露信息的 所以他们有义务 主动对信息予以披露 而如果在其中做虚假陈述 当然构成虚假陈述 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而所谓消极信息披露人 本来他们是没有 法定义务主动披露的 但如果说他违反规定 不允许你讲的 你偏偏要讲 而且还讲假话 对吧 也有可能构成虚假陈述 好 具体我们来看 首先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虚假陈述 这里面包括了哪些人 首先发行人或上市公司 大家想 发行证券的公司 以及上市公司 他们本来就要承担 信息披露的义务 比如说上市公司 要定期的 左办年报 年报 然后发生重大事件 还应当及时的临时披露 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就是信息披露的 当然义务人 如果说他在信息披露当中 虚假陈述 自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他是积极信息披露 义务 好 除了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以外 还包括 发行人或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员 这点我们在前面就讲过 公司的董监高 他们是要保证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的 所以他们也有积极信息披露的义务 好 然后在证券的发行和上市当中 还会涉及到像保健人 比如保健的证券公司 然后承销商 比如承销的证券公司 他们也要保证 自己所披露的那些个文件 应该是真实合法的 所以他也要承担积极信息披露的义务 好在有专业服务机构 比如为证券的发行 或者上市提供专业服务的 像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他们也要保证 自己所提供的相关意见 是真实合法的 因此这些人 我们把它叫做 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他们有主动对相关信息 进行披露的义务 所以如果他们做各种 比如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等等 自然会构成虚假陈述 好下面我们看 第二种 是消极信息披露人 这个消极信息披露人 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 他们没有法定的 主动披露义务 也就是说 本来你可以不讲话 你把嘴闭上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违反规定 去乱讲话 不好意思 也可能构成虚假陈述 因此 这个消极信息披露人 指的是哪些 其实 就是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以外的其他人的 所以具体而言 上述人员以外的单位 或个人 比如说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 证券业协会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 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 及其从事报道的工作人员 等等 这些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是误导性信息 其实也会构成虚假陈述 好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种人 他们虚假陈述 所承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其中 积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如果虚假陈述 承担的是虚假陈述的 相关民事赔偿责任 行政责任等等 而消极信息披露义务人 他们如果说做了虚假陈述的话 承担的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误导性信息的 民事赔偿责任 所以在承担责任的性质上 大家要注意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在考试当中出现的话 要能够判断 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